这个玩意儿凭什么叫望远镜呢? 望远镜不应该是长成这个样子吗? 很多孩子都会问我这样的问题 那么每份好奇都有答案 今天它来了 其实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面 望远镜都应该是那种我们用眼睛 通过它就能够直接看到远方物体的东西了 但这未免也太狭隘了 因为大量的光呢 其实用我们自己的眼睛都是看不见的 光的本质是电磁波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特殊的水波 它也是有波峰、波谷和波长的 而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其中范围很窄很窄的一段 叫做可见光波长的光 其他的比可见光波长更短和更长的光呢 我们都是看不见的 这个呢就很遗憾了 因为宇宙当中各种各样奇妙的星体所发出来的光 可是不会考虑到我们的感受啊 于是想要看到它们就需要我们造出特殊的望远镜了 我一开始展示的射电望远镜呢 就是其中的一个了 它专门负责观察波长较长的无线电波 也正是因为无线电波波长较长的特点 赋予了它看得更圆 看得更透的特殊本领了 不过反过来波长太长也是有缺点的嘛 咱们得拿个大家伙才能接得住它嘛 这就是为什么射电望远镜一个个都是大锅盖的原因了 而且确实啊 锅盖越大真的也就越好啊 比如我们国家的Fast天眼 就以500米的直径当之无愧的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口径 射电望远镜啦